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中國真是神奇的國度 近日媒體曝光油罐車裝食用油後 又有揭發吸氛車拉的水 油罐車拉的牛奶不習慣的事引起討論 早前還有在疫情期間用垃圾車裝的豬肉 以及冷凍貨櫃車裝的偷渡的中國人屍體的事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到底是為了方便 還是為了省錢 還是中國人都這樣 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這麼多年都過去了 不都活得好好的嗎 中國還不是愈來愈強大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都是中國人創造的奇蹟 不得不佩服中國人 近日 有記者暗訪一位貫車司機 司機表示 一般都不洗 就看卸車那怎麼說的 你要他下罐檢查就得洗 他要不下罐檢查就沒事 一般都不下罐檢查 就看兩個口就行 就把這兩個口擦一下 尾管擦一下就行 小廠不管 張家口那大廠才管 我好幾次都沒驗過罐 記者問 他不上去看嗎 司機表示 誰上去 沒人上去 看也不怕 你怕啥 這看著也挺乾淨的 這白油無色 弄個布把油管弄乾淨就行 他這白油容食用油 你知道不 記者說 就怕 怕染貨 有的會取樣 司機表示 沒事 你放心吧 有的從上面取樣 你在下面放幾桶再拎上去 在尾管存一桶好油拎上去就行 他那個白油清 裝了以後白油會在上面 一位老司機稱 糖漿 牛奶 食用油等食品類液體 和煤製油 食油混運 已是行業公開已久的秘密 形成這行業的潛規則 為什麼不習慣道場化驗能合格 油罐車司機給大家看看這裝過沒油的油罐 看看有多乾淨啊 這位司機大哥真是眼不見為敬啊 味道總有吧 他自己敢吃嗎 對啦 反正中國人百度不清了 沒差這一味 又有更離譜的事出現了 油罐車混裝醜聞曝光後 有影片拍到 油罐車開始穿外套 用布遮蓋住罐體 網民嘲諷 眼不見為敬 這回就算是掏糞車也可以裝油了 海外社交媒體X平台上傳出一段影片 幾輛油罐車在路上行駛 罐體都用藍色的布遮蓋住了 外界無法分辨這是具體運輸什麼物品的油罐車 對於油罐車穿外套的行為 網民紛紛嘲諷 就問你服不服 這回就算是掏糞車也可以裝油了 反正眼不見為敬 糞車拉油合法化 油罐車開始穿外套 保密工作做得好 無惡不作 這就是解決辦法嗎 無藥可救了 正常人都知道 用過的馬桶不能裝水喝 什麼叫做運煤油的油罐車不清洗就不能裝實用油 這是避重就輕 運煤油的油罐車不管清不清洗都不能裝實用油 這本來就不是清不清洗的事兒 而是本應該就是專車專運 這是底線問題 中國人都不正常了 有司機還說 煤油還算乾淨 化工液體可就真害人了 是啊 不會一刀要你的命 但會讓你得慢性病 慢慢折磨你 誰也不知道病是怎麼來的 反正人總得一死 最近 X平台上有人分享 中國網友的爆料影片指出 有一輛專門裝載食用油的油罐車 倒退駛入一間位於浙江省的化工廠日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 公開資料顯示 這家化工廠主要生產精煉劑 絲光燥 靜洗劑 分散劑 鑄鏈劑等化學製品 許多網友質疑該輛油罐車在協助化工廠載貨 與先前曝出的油罐車混裝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 網友對此調侃 稱官員們都吃特供 而老百姓卻只能吃化工 有網友說 我買到同一個品牌 同一個系列的油 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我應該吃哪一個 有網友回答說 都一樣是煤油 一個是九二口味 一個是九五口味的吧 難怪中國的鐵板燒廚師 炒著炒著 火都升起來了 以為是烹火技術呢 多年前 曾有人說中國人用煤油炸油條 用汽油涮火鍋 結果被小粉紅群起圍攻 幾年後的今天 人們才發現原來這是真的 七年前 在臺灣的政論節目《震驚看民視》上 一位旅美民運人士曾說了一句 中國人用煤油炸油條 立刻觸動了小粉紅的敏感神經 群起圍攻 他們還從科學方面進行反駁 說煤油怎麼能炸油條 並嘲諷對方應該重修化學 但事實勝於雄變 七年後的今天發現的煤油車運食用油 連央視都痛批國企投毒 可能連特供都不保了 國家才下令嚴查 我們再來看看這起事件影響有多大 但就說金龍魚的規模 經查員工有3萬人 全國有79個生產基地 還在陸續擴建基地 100多個相關企業 公司的主因業務是廚房食品 飼料原料及油脂科技產品的研發 生產與銷售 還曾是央視大的廣告客戶 產品涵蓋食用油 大米 麵粉及掛麵 調味品 食品原輔料等家庭及工業用廚房食品 油脂衍生化學品 營養品 日化用品等油脂科技產品 並開展金龍魚母公司新加坡分譯國際在亞洲 非洲等世界五大洲的30個國家和地區 建立超過1000家加工廠 其全球產業布局 與一帶一路中亞五國 包括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庫邁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等共建國家高度吻合 另一國企中糧油營收規模浮出水面 相當於兩隻金龍魚 旗下惠福 金頂 規模也很大 其中惠福大豆油在北京就市占率70% 是以加工為主的綜合企業集團 公司業務涉及糧油加工 國際貿易 物流運輸 商務旅館等板塊 目前惠福糧油集團擁有河北燕郊 江蘇泰州 遼寧盤井三個加工基地 總加工量達1000萬噸 影響範圍有多大了 可想而知 網友認為 這些食用油大家看著不敢用 一定會重新包裝再出發 就算下架也是拉回倉庫 分頭一過改改生產日期 還不是原封不動又上架了 可以說 只要你是中國人就吃得到這些油 甚至中港澳台都無法倖免 這些知名品牌做了缺德的事 一不道歉還撇清責任 二不回收食用油 三死不賠償 這要換在外國 早就下架 把它搞臭了 我們實際來算一算 這筆帳影響有多大 以攝氏車輛31.86噸油來計算 可以生產出31,860瓶一公升的食用油 按照一瓶油一家三口人來計算 也就是攝氏車輛的這一車油 將有可能危害10萬人的生命安全 攝氏的這些油都批發到下游企業如餐飲行業 甚至是大學的消費食堂 也就是說 就算是消費者沒有買過這些油 也有可能在外面或買來的食物中吃到 話說 油罐車的背後的共產主義的力量挺令人驚訝 並不是大家期盼的那麼美好 能把這罪惡的產業鏈從頭到尾徹查 而是整個事情向更惡劣的情況發展了 這部前腳記者把這事曝光 後腳就緊張的將這油罐車軌跡查詢功能下架了 而且 被證實的幾家有大品牌的油 一個勁的在喊冤枉呢 但是 某記者在品牌方旗艦店搜尋發現 相關產品仍可正常下單購買 客服稱 該品牌產品均符合國家相關食品安全標準 喊幾句官話 謊話 套話 就是死活請大家安心使用 油罐車混油 不止可以拿來炒菜 還可當煤油燒 果然是食用油 世界依然沒變 變得是發現真相的人被捉了 以及大家開始搶進口油了 這就不難想像 各行各業的違規現象太多 底層互害 前面來的死不承認 後面再給你來個毀屍滅跡 你說你能拿它如何 這會 這些油罐車是從哪發的車 從哪換的貨 最後再送到哪裡 誰也看不見了 你想要找茬 人家平臺能給你一個理由 能提供洗倉證明就可以了 而洗倉也不用很嚴格 自己隨便搞一下 再開一個假的洗倉證明 花個一兩千塊錢就行了 要不就是追蹤油罐車系統升級維護 這可漂亮吧 等你下次恢復後 證據全給你刪了 是一點蛛絲馬跡都找不到的 然後人家還能給你找個理由 什麼攝像頭被破壞了 什麼臨時工幹的 基本上都是這麼個手法 這麼一來 這些運油公司可是報告好寫了 說是 我也想找證據啊 總之人家不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而是發現問題解決發現問題的人及發現問題的工具 說到這兒 真是細思極恐的可怕 最後是不是把發現問題的記者封口 這麼大的事都能甩得乾乾淨淨 這還是國營企業呢 這個官商勾結力量有夠大 對官方來說 是全面失控 對行業來說 是見立妄議 整個過程都可以完成一個自我循環的罪惡生態系統 簡直就是把羊都圈在一個圈裡 餵肥了再殺 這種飲食的不安全 留下的隱患是什麼 大家不得都去醫院搶床位嗎 難怪中國醫院一堆病人 美國媒體還報導過 一堆中國移民人體內都含重金屬 死於病毒 癌症一大堆 這不是一個完美的 視人命如草芥的完美的養羊計畫嗎 這事情熱度一炒 該道歉的道歉 該喝油保證的喝油 該言什麼言什麼 官媒更加速熱潮問題油行列 有人質疑是將疫情期間強制接種疫苗後 許多人癌症爆發 歸咎於食用油污染 而有問題的那些國營企業還依然顧我呢 這件事情曝光後 揭開20年的窗疤 讓人清楚的認識到 我們只不過是一隻一隻的小白鼠 整個體制就是一個大鐮刀 20年過去了 還不改 中共權貴們的特供也無法倖免 特供除了包括特供米麵 特供蔬菜 特供醃酒 特供茶葉 特供藥品 特供水 甚至特供空氣 還有特供的器官 其實都不成了 難怪高層要拼命移植器官 保證活到100歲 有人說放心 吃著吃著就習慣了 不然辣椒多放點就沒事 難怪中國的食品口味很重 比如什麼重慶麻辣燙 酸辣粉 辣條 螺絲粉 小龍蝦和魔玉爽 另外 康師傅方便麵在臺灣下架了 在中國還能生存 在中國生活 處處都是坑 現在有很多在中國設廠的外商 所生產的零食餅乾巧克力 也都被這種有問題的食用油給污染了 也難怪 之前買了美國廠牌M&M小包的牛奶巧克力 吃起來的口感 味道都怪怪的 變得有點難吃 以後中國製造的外商零食餅乾也都不能買來吃了 這些混油供給下游食品廠 包括麵包 餅乾 方便麵 辣醬 薯片 還有各種各樣的預製菜 多了去了 中國人一想到因為核廢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鮮 結果實際上 自己吃了半輩子的梅油 聽我大陸的朋友說 他家附近的日本清油全部被掃貨了 之前還口口聲聲抵制日貨 笑死 難道這些油罐車司機都吃進口油 還是這些人為了省錢 要死大家一起死 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 或是14億人口太多了 死了一些不算什麼 這些短視經歷的人為錢害命 底層互害 看來中國人的道德觀都完蛋了 中國不會被美國打倒 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上 以前去中國都會發現 為啥所有童年的中國人 外貌看上去都比台灣人大上15至20歲 還因此尷尬地叫對方叔叔 之後注意到 應該是中國食品有問題 長期吃了有毒油 人都變形了 為了錢 什麼壞事都做盡 有人建議 這樣吧 用以物以物的方式 可以讓壁紙貶到不能用嗎 像之前武漢疫情一樣關起來 壁紙變得無用 這樣大家就不會貪了 X賬號Herb Doctor發文表示 中國國家疾控局罕見公開告知書指出 188例新冠疫苗注射後 有嚴重異常反應 包括過敏反應 血小板減少症 腦炎 脊髓炎 心肌炎 腎病綜合症 肢體無力 神經癱瘓 血管性水腫等等 這和食物中毒也會引起慢性病 併發症 症狀一樣 大陸民眾鄭先生說 大概是轉移視線嘛 也許是人家早幾年這個疫苗打了以後 現在得後遺症很厲害 我也很厲害 打了以後 我這個各種各樣的毛病都會出來 包括膝關節痛 這個還算輕了 人家中的這個肺癌 現在肺癌很多 打過的都有肺結結 其實就是現在拿油罐車這種事情 做一個替死鬼了 最近 很多人也發現 油罐車運食用油一些視頻不見了 或是流量被刻意的壓低了 或是大量中國網紅開始喝油了 這事兒已經持續20年了 中國沒有專門的裝食用油的油罐車 油罐車要洗這事兒 不是正常人的思維 根本說起來 中國的食品監管就是個笑話 還有 中國人的道德有問題 明明知道對別人對自己是有害的事 也要去做 難道是中國14億人都是這麼吃的 也沒什麼了呢? 整天還吹中國多先進 多高科技 可見得這國家有多落後 整個國家都是互害互整 中國人都喜歡生死鬥 中國人最愛鬥中國人了 要同行死 要同胞死 中國人只打中國人 最後 這起事件留下一個伏筆 為什麼是《新京報》報導出來 《新京報》不是黨報嗎? 都是經過嚴格審查才能報導 難道是黨內互打不用錢? 還是展現中國官媒民主自由化了? 還是曝光原來金龍魚其實是外資新加坡公司? 相信後續還有更多的內幕 好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轉發 還有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下期見